提起有钱人,富豪,首富 大家第一时间想起来的一定是李嘉诚 今年已经95岁的李嘉诚也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大家都知道他非常的有钱,又是穷小子出身 但是他到底是如何获得这么多的财富 一步一步的人生逆袭呢 又是如何在这么多年的商场风雨当中存活下来 让他的生意遍布全球呢 欢迎来到M财富,我是M 今天这期视频我准备的非常充分 就让我来好好地给大家讲一讲 真实的,完整的李嘉诚的故事 相信你看完这期视频呢 会和我一样,事物意良多 也会知道成功其实啊,是有秘诀的 李嘉诚小的时候不仅穷,而且非常的苦 1940年,为了逃避战乱呢 年仅12岁的李嘉诚和家人来到了香港 但没多久,父亲就因为肺癌去世 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她的人生缺失的就是一个童年 不仅没有玩的时间,还要在小小的年纪去工作啊,去担负起来养家的这个重任 不过啊,她虽然生活很贫苦,日子过得也不好 她并没有觉得自己低人异等,或者觉得自己有点卑微 反而觉得有点骄傲,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不能去学校,但是她还是非常渴求知识 每天都会抽时间去看不同的书 只能负担买旧书的她呢 每看完一本旧书啊,就卖掉去换另一本 所以无论她做的工作有多么的卑微,有多么的脏,多么的累 你想想那个年代,战乱时期 十四五岁又没有背景的,她能找到什么样好的工作呢? 虽然工作上啊,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她自己的内心觉得非常的富足 因为她都有在读书 每天呢,也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 懂的东西呢,也都比同龄人要多一些 而且呢,对比那些比她更早出来打工的人 只是一味的在打工 而不思进取的人呢,她觉得自己要优越的很多 正是这份自信呢,非常的难能可贵 1945年,战争终于结束了 这个时候香港啊,百废待兴 社会非常的萧条 无数从内地涌入香港的难民 为香港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香港的工业发展啊,也开始蓬勃起来了 这一年,17岁的李嘉诚 成为了一个塑胶产品的推销员 那通过五年的打工呢 一直到了1950年 她也存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7000块 并向家里的亲戚呢,又借了4万块钱 成立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家公司 长江 长江不择细流,才能汇成长江 李嘉诚在1950年 以长江命名了她的塑胶厂 希望自己能跟长江一样 谦虚做人,吸收大大小小每一条细流 年纪22岁的李嘉诚也是第一次创业 第一次当老板嘛 虽然之前也有在塑胶厂五年的工作经验 不过公司当中经营的事情啊 很复杂的问题啊 她都要寻慢慢的摸索去学习 比如说像产品的质量问题啊 物流啊,资金周转啊等等 对于年少的李嘉诚来讲啊 都是第一次接触 李嘉诚也是在问题当中学习 错误中生长 从实际操盘到慢慢有了自己的经营哲学 把长江塑胶厂的经营带上了正确的轨道上 不过啊,就在李嘉诚创业了7年之后呢 在香港啊,大大小小的塑胶厂公司啊 已经有了300多家 李嘉诚觉得竞争太大了 如果你自己的公司呢 虽然做的还不错 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出来啊 早晚会被取代掉的 哎,不过对于李嘉诚来说啊 这都不是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有着耗学的精神 在办厂的这么多年期间啊 虽然已经赚到钱了 但是他还有在自学英语啊 去挑战自己 每天呢也都保持去阅读报纸啊 杂志这样良好的习惯 刚好有一天 他在英文塑胶杂志Modern Plastic中 看到了一个有关意大利成功量产塑胶花的文章 他马上就联系到另一篇有关 欧洲女性投身社会成为职业女性的文章 聪明的李嘉诚啊 马上灵机一动 想起来 在欧美的家庭装中啊 都会把鲜花作为装饰品放在家里 在家里有的时候啊 不会经常的去更换啊 或者鲜花比较容易凋落啊 那塑胶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产品 想到就马上去做啊 在当时的香港啊 还没有人去做塑胶花 他呢就马上占领仙计 马上就量产了起来 等到同行发现 哎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产品的时候啊 李嘉诚已经赚满了第一桶金 长江塑胶厂也妥妥的掌握了塑胶花 在香港和外销的市场 李嘉诚摇身一变 成为塑胶大王 不过啊那个时候的香港 跟现在其实也很像 你有一个产品出来 大家都跟风的去做 就像奶茶店一样 那那个时候呢 1960年 由300多家的塑胶厂呢 马上翻了一翻 变成了600家 大家都去做这方面的生意 那短短10年之后呢 又从600家变成了3500家 李嘉诚一看 这不行啊 大家都去做这个 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啊 那这个时候塑胶花的需求啊 也开始减少 商业敏锐的李嘉诚啊 一早就看出来这个问题了 早在1967年呢 他已经开始布局 要从工业转型 1967年啊 对于李嘉诚来说 不仅是一个挑战 而且还是一个机遇 1967年 香港发生了暴乱 很多人都害怕 中国会用武力的方式 去回收香港 虽然事情并没有发生 但是呢 这个动荡也持续了7个月的时间 即便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大众啊 还是觉得会有点不安心 很多人呢 纷纷离开香港 移民去了国外 那大家都走了 这个情况下 李嘉诚并没有觉得不安 会觉得慌恐 反而是看到了商机 事情发生了仅仅一天 李嘉诚就分析了证据 认为中国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收回香港 所以啊 当大众非常的恐慌 不安的时候呢 李嘉诚却闷声发了大财 用长江塑胶厂 多余的资金 低价的 去买了非常多的房地产 到了几年之后 1970年 香港社会开始稳定下来了 人口从占前的60万 激增至占后的400万啊 人口翻了好几番 土地和住屋的需求也大增 房价自然也涨起来了 李嘉诚在67年超低买入的这些房产啊 可以说是大赚特赚 那也给李嘉诚了一个启示 在今后做企业和投资的时候啊 都用了这种投资模式 它是什么呢 首先 李嘉诚的人生格言是 在景气好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那么好 要居安思危 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 也别觉得那么差 要看准机遇 不过啊 好的机遇啊 出现的时间都非常的短 所以啊 你做决定的时候 要比别人果断 下手更快 不过呢 除了你有好的机遇和眼光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钱 李嘉诚在做的每一家公司 都有很健康的现金流 让他能在经济低迷 社会不景气的时候 还能随时做出大笔的投资 机遇来了 但是手上没有钱呢 或者是你看到了这个机遇 哎 左思右想了 迟迟不敢下手 这就是李嘉诚认为 我们这种普通人 普遍人 投资不成功的主要原因 那我们再把故事啊 回到70年代 1971年 李嘉诚正式成立了 长江置业公司 正式投身房地产开发 他的目标啊 是要超越 当时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 英资的质地公司 当时质地的规模啊 远远的超过了 所有的华人房地产商 连李嘉诚的员工啊 都觉得你这个目标 有点太大了 不太可能会实现 1972年 长江置业 在李嘉诚的带领下 成功上市 并正式改名为 长江实业公司 短短5年的时间 李嘉诚话不可能为可能 在1977年的时候呢 长江实业 击败了置地公司 取得了中环地铁上盖的 发展权 我们都知道啊 去过香港的人 肯定都了解 中环可以说是寸土寸基 那地铁上盖的发展权 绝对是最好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他拿下了这个取口权之后 也让他名声大噪嘛 那所有的英姿公司啊 也开始不得不 去正眼去看长江公司 也开始正确的去对待 新入场的华司公司 这个时候的李嘉诚啊 并没有满足于 这个小小的成就 他已经把眼光 放在了更远大的地方 香港这个地方小嘛 格局也太小了 他要进去海外市场 香港回归之前 一直都是英姿的公司 牢牢的去掌握住了香港的经济命脉啊 那这个垄断的情况 一直到1979年才被打破 而打破他呢 正正就是李嘉诚 1979年9月25日 李嘉诚从汇丰银行买入了英姿第二大洋行 和系黄埔 并取得控制权 和系黄埔啊 旗下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屈权室和百家潮室 收购了和系黄埔之后啊 也为香港商界写下了新的篇章 因为李嘉诚他是首位购买了英姿公司的华人 那为什么汇丰银行会把这个很好的资产卖给他呢 首先啊 是因为他们非常相信李嘉诚的管理和经营能力 认为和系黄埔在他的手下呢 会经营的更好 李嘉诚在管理上啊 遵循的是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用人为才 当身管理层的人呢 都是靠能力 而不是靠关系 他也非常的重视效率 找的人才呢 都是能够去解决问题的人 而不是把问题交给他再去解决的人 所以啊 他用人为才这一点上啊 是非常的对的 而且他也会放权去给员工 让他们自己去处理事情 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 而他做的呢 仅仅是最重要的战略部署 李嘉诚说过 一个军队的总司令 拿起机关枪 不会比机关枪兵打得更好 拿起大炮 也不会比炮兵打得更准 总司令只要运用好的战略就够了 其他的事情要相信 组织的力量就可以了 李嘉诚也把个人的哲学 带到了公司经营上面 他认为留住人才最重要的不是钱 而是要让员工觉得有归属感 所以啊 他每次在做重大的决策之前呢 都会单独的去聆听 高层员工啊 给他汇报的消息 觉得他们的想法认同了之后呢 他才会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样呢 让员工会觉得 老板一直都有在倾听自己的意见 那两个人呢 一拍即合 把这个决策决定下来了之后呢 大家也会更卖力的 更奋力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心意诚服啊 那李嘉诚呢 也把这套经营哲学呢 带到了海外的公司 花了重金 买下电灯公司的李嘉诚啊 决心冲出香港 进军能源行业 在1986年 以32亿 买下了加拿大石油公司 Hoskey 赫斯基能源公司的 半数股权 在最初的几年啊 经营并不好 回报也非常的低 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因为李嘉诚买下的是半数的股权 他并不能够完全的去掌控这家公司 那公司的人啊 加拿大人 也都是非常吃油的嘛 于是啊 在1991年10月 他再次出手 用了17.2亿元 取得了Hoskey 全部的控制权 再次把自己的经营管理方式 带到了公司 李嘉诚啊 也重用当地的人才 小的决策 你们海外自己决定 大的决策啊 当然要经过香港 本部的同意了 Hoskey的经营呢 也慢慢的得到了改善 收入回报啊 也自然越来越多了 其实在1988年的时候啊 李嘉诚以3.75亿家元 全资收购了另一家石油公司 Kentara Energy 用很短的时间啊 就把这家公司的市值翻了一倍 变成了北美第五大的石油 和气体公司之首 李嘉诚乘胜追击 进军英国 1991年 投资了当地的货柜码头 并在1994年 全资买下了英国当地最大的货柜码头 菲利斯度 随后呢 1998年 也再收购了两个英国的货柜码头 李嘉诚不仅是在英国一直买码头啊 他早在80年代的时候 在香港呢 就已经买了很多码头 一早啊 就已经布局了跨国港口业务 同时啊 他也大手笔的去投资了英国的通信业务 在1989年 通过合计黄埔 收购了英国 Quadron集团的流动电话业务 从1994年到1999年 李嘉诚和他的得力助手货借宁 把旗下的电信商 Orange 达造成为了当地T3大的移动电话运营商 客户人数高达350万 1999年 出了名不合生意 谈恋爱的李嘉诚呢 一点都不心疼啊 把手上的Orange股份 全部都卖了 赚了过千亿港币啊 妈呀 这个时候啊 99年我才5岁 这1000亿港币 一买一卖 就已经赚了这么多 这是多少个零啊 在海外市场大获红利的李嘉诚 同时也把事业的版图 扩展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内地 1992年5月 长江集团在深圳 成立了深圳长河实业有限公司 急速的拓展中国市场 短短一年的时间啊 他在中国投资的项目 已经占了整个集团资产的25% 你在中国的每个城市 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其中长江赤资150亿港币 打造的北京东方广场 占地10万平米 总建筑面积达到了80万平米 虽然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啊 一波三折 改了很多的设计 也多了很多的投资 不过最后出来的成品 绝对是他的代表作 1997年 香港经历了金融风暴 房地产价格大跌 当时的香港首富 是横基赵也 同样是搞房地产的李赵基啊 他的身家资产 受到房地产的影响呢 下跌了很多 但是对于李嘉诚来讲啊 不但没有跌 反而呢 非常的稳定 因为他做的行业啊 都是跨行业的去发展 每个行业之间呢 都能互补 这个升了 这个跌了 总能找到这个平衡 不太受到地方经济的影响 也让李嘉诚啊 顺理成章的击败了李赵基 在1999年 登上了香港首富的宝座 这一当啊 就是20年 从未间断 2004年 76岁的李嘉诚啊 依然活跃在投资的市场当中 这个时候啊 他豪横的花了2000亿啊 投资在3G通讯上 2001年 又和各国的通讯公司 签订了LTE和4G的商业合同 前期的亏损 非常严重的 合计黄虎3G业务啊 在2011年首次盈利后 也给李嘉诚带来了 稳定的现金流 其实我们仔细看 李嘉诚他投过的每一个行业 我们就能够发现 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 就是他前期的投入 是非常庞大的 比如说像基建啊 建设啊 房地产啊 通讯业啊 码头啊 这些等等 你如果没有钱 是根本都没有办法入行的 可就是这些准垄断的行业 虽然门槛高 但是在未来能够产生 稳定的现金流 回半周期也非常长 让李嘉诚手上 能有更多的钱 去做新的投资 听到这里 很多消极的人 可能会觉得说 你能够垄断行业 你要先有钱啊 才能去赚更多的钱呢 你才能够去垄断一个行业 那我也想去做码头啊 我也知道房地产赚钱 那我没有钱 怎么去做呢 哎那你就是前面的故事 都白听了 你再去从头好好的听一遍 那李嘉诚的出身多苦啊 那个年代 40年代 战乱的时候 然后孤身的去到香港 也没有父母的帮衬 对吧 比你我的起点 其实要低了不少 现在我们起码还是能够读书啊 然后有父母 稍微的去帮衬一下 那他什么都没有 白手起家的 做到了现在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他的经营理念 跟他的眼光 和个人的哲学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好比我们现在的 中国首富 徐家印吧 他当年也是非常的风光啊 对吧 恒大地产也非常的大 很多人都买他的楼盘 十几亿的人口 能做到中国首富 也是非常厉害的吧 那现在怎么样了 跨行业的去投资 也像李嘉诚一样 不同的行业都有在做 对吧 那恒大公权也没怎么样 足球也没怎么样 变成了中国首富吧 所有人都知道 他负债两万亿 是吧 所以呢 有钱人啊 也不是因为他有钱了 就能够去投资 赚到钱 最重要的 还是得靠你的脑子 才能够做到他今天的位置 那说的有点远了 我们再回到李嘉诚的 精彩人生上吧 2013年 可以说是李嘉诚人生的高峰 他以300亿美元的资产 排在了全球富豪第八位 继续蝉联了华人首富 很多人都以为啊 已经85岁的他 马上就要荣休了 这个时候啊 他不但没有退休 再往后的10年呢 还上演了一出大戏 中国香港大撤资 2013年 李嘉诚出售了天水为 嘉湖银座商场 广州西城都会广场 东方汇金中心 合计套现了181亿港币 李嘉诚的举动 马上引来了各方媒体的注意啊 2013年7月底 合计黄浦发出公告 出售百家超市 三个月之后呢 又突然说不卖了 种种奇怪的行径啊 也让他在11月份的时候 不得不开个记者会去屁啊 别人说他撤资啊 是个塔笑话啊 什么什么的 我不听别人的意见 我继续的去卖 2014年 李嘉诚再卖了南京的IFC 北京银河中心 上海盛邦大厦 重庆大都会 香港电动公司一半的股权 持有20年的长元集团股票呢 亚洲货贵码头60%的股权 去真是20%的股权 还有其他资产等等 套现了近千亿港币啊 那李嘉诚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大家都人心慌慌啊 把中国啊 还有香港啊 这些资产都卖掉了 是要跑路吗 哎不是的啊 李嘉诚啊 其实是想要拥有足够的现金 去继续的投资 英国还有欧洲的市场 随后的几年呢 李嘉诚相继的投资了 英国和欧洲的天然气啊 水物啊 车辆租赁 客运列车 电网业务 酒吧 电讯业务 在2015年年初 合计黄浦宣布 以102.5亿英镑 收购了英国第二大电信运营商 O2UK 这笔是李嘉诚目前为止 最大笔的海外收购 当英国人回过神人来的时候 发现半个英国都快被李嘉诚给买走了 那这次李嘉诚的商业版图 大千级呢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刚开始呢 内地的媒体啊 还都在嘲笑他 因为那个时候 在中国搞房地产的 王健林和许家印的身家 在这段时间都翻了好几倍 而李嘉诚的资产呢 却多年维持在300亿美金这个水平 后来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内地调控了房地产 这一方面的一些政策 三条红线出来之后呢 很多大陆的这种房地产商啊 都非常的不景气 又遇上疫情这段时间 也让很多富豪呢 身家说损了非常的多 李嘉诚今天的资产 还是300多亿美金 排在全球富豪榜的第39位 非常坚挺 并长期稳坐在香港富豪榜的前三名 当然啊 李嘉诚成立的维港投资公司呢 也是他赚钱的奶牛 他早期啊 投资了一些 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科技公司 像Skype DeepMind Facebook Spotify Siri 和在疫情期间 股票疯涨的Zoom 这些小投资回报都很大 在2021年 长河系开始大幅的变卖英国的资产 把资金呢 重新部署回了中国的内地 还记得李嘉诚的投资之道吗 李嘉诚或许只是看到了 当时欧洲经济疲惫时的机遇 看到了内地和香港投资的风险 才重磅投资了欧洲 事实证明啊 以上人的角度来说 他并没有做错呀 那试问 谁又能像他一样 全球化呢 去经营多元的产业 去进行多元的投资 然后呢 也躲过了很多的金融危机 能把资产一直维持在这个高水平呢 2018年3月16日 90岁的李嘉诚 当天宣布 5月10号是最后一天上班 超人要退休了 但李嘉诚也说 他退休之后反而会更忙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管好第三个儿子 是谁呢 话说啊 有一天李嘉诚正跟两个儿子在吃饭 那他突然呢跟他们说 其实啊 你们还有一个弟弟 我还有第三个儿子 这话一出来 马上把李泽凯跟李泽君两个人啊 吓得是一身冷汗 那这第三个儿子啊 其实不是私生子 而是他的基金会 李嘉诚基金会 李嘉诚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 他做的善事啊很多 但是如果要让他把这一生的心血 个人的资产拿出来一大部分 去捐贵给社会啊 回馈给社会的时候呢 哎他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抗拒 不过呢 有一天啊 他突然的想通了 如果他有第三个儿子分给他三分之一的身家 哎很合理啊 那他呢就突然想说 那我把我的基金会当成我第三个儿子 分出去不就好了吗 2006年的时候 李嘉诚把他三分之一的资产 注目到他的基金会 多年来呢 在香港和内地推动教育 医疗和扶贫项目的金额 已经达到了300多亿港币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在他的老家 汕头开办了当地的第一个大学 这么多年来 李嘉诚通过个人和基金会呢 注资到这个汕头大学已经超过了120亿港币啊 那大家会想说 他会不会把这个钱捐出去之后啊 个人又不在公司上班了 他的整个商业帝国会崩塌呢 毕竟他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其实啊 大家不用担心 他表示啊 在过去30年的时间呢 公司大部分的业务啊 都已经交给了大儿子和手下的员工去处理了 从李嘉诚退休后这几年啊 公司也经历了新冠疫情啊 全球通胀加剧等等问题 但公司的发展啊 还是在稳定健康的状态 从12岁开始出来工作的李嘉诚 到现如今95岁的高龄 还在忙忙碌碌的去打理他的基金会 退而不休 这种学习精神 不断进步的精神啊 其实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学习的 就像我做完这一期视频之后 了解了李嘉诚呢 我以后在投资方面啊 也会更加的果断一点 就像李嘉诚和巴菲特两位90多岁的老人 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呢 其实都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生道理 就是在机遇来临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 一定要果断 而且呢 就在别人恐慌的时候 往往是你投资最好的时机 好了 今天关于李嘉诚的故事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你看完这期视频呢 跟我一样受益良多 如果你对李嘉诚有什么看法 或者对他95岁的人生 有一个什么样的感悟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下一期呢 我继续给大家讲企业故事啊 还有这部人物分享系列 拜拜